大结局三,郑舒逸立刻给王美如拨回电话,虽然夜已深,王美如显然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安然入眠,那句我是实验依然硬绕在她儿边。 所以,她接起来电话,竟然不知道如何开口,只得问一句,终于洗完澡了。 郑舒逸,大晚上的打电话干嘛?你还不赖烦了?王美如冷哼一声,就问问你五一回不回家。 郑舒逸捂着手机,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实验,然后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想干嘛。 清安是旅游城市,每年五一国庆的票十分难卖,而且路途拥挤,所以郑舒逸和家里基本达成了这种节假日不回家的共识。 王美如这么问,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王美如,你别管我想干嘛,你就告诉我回不回家。 郑舒逸没回答他,重新捂住手机,瞄了实验几眼。 实验靠着床头,手里翻动着杂志,抽空抬眼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为了掩盖自己那一丝不好意思,郑舒逸昂着下巴,清了清嗓子,你五一有空吗? 没空。 书液翻动的声音,写过着实验简短的回答,也要有空。 郑舒逸没忍住,伸腿踢了他一下,你下次说话一口气说完行吗? 随即又转过身背对他,松开了捂着手机的手,知道了,我看看吧,最近事情挺多的,不忙就回来,我到时候再通知你。 大概是一语成衬,五一前了一个星期,事情像泄洪一般铺天盖地而来。 郑舒逸实在分身乏术,连日常上班摸鱼的秦时月都被他抓来帮忙。 等到王美如打电话来询问时,郑舒逸连带耳机的时间都没有,用肩膀夹住电话,一边整理手里的文件一边说道,真不回来了,最近很忙,马上又要年冻考核了,实在没空。 王美如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那你去忙吧,你大不中留了。 挂了电话后,郑舒逸很快将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五一节假期最后一天,这是郑舒逸这个假期唯一的休息日,而实验还在国外出差,傍晚才回来。 他哪儿也不想去,在家里,躺了半个下午,突然心血来潮,跑去厨房准备做饭。 虽然两人平时不开火,但做饭的阿姨每天准时过来投喂,所以冰箱里永远有新鲜食材。 但食材锅具齐倍是一回事儿,在郑舒逸手里能弄变成一顿完整的晚餐,又是另一回事儿。 两个小时过去,冰箱里空了一大半,成功出锅的却只有三个菜。 还行吧。 郑舒逸摘下围裙,自言自语赞叹道,还算色香味俱全,实验你到底是修了几辈子的服气哦。 爱迪生灯泡实验都失败了一千六百多次,他郑舒逸失败了五六次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这些背后的汗水他不屑于昭告世人罢了。 摆上碗筷的时候,门口玄关处传来了脚步声。 郑舒逸一洗,随便擦了擦手,就朝外跑去。 你回来,啦。 一句话在最后一个字猛然变调,似乎从惊喜变成了惊吓。 因为出现在门口的不只是实验。 还有他的亲妈,王美如。 郑舒逸连嘴巴都没合上,足足愣了三秒,才开口。 妈。 怎么,王美如拉着行李箱朝前走了两步,几个月不见,不认识了。 这语气是他亲拔没错了。 郑舒逸总算缓过了神,愿对地看了实验一眼,然后乖乖上去帮王美如拿行李。 你,你们怎么一起来的? 机场遇见的。 没等郑舒逸疑疑惑他俩怎么突然相认的,实验便伸手从郑舒逸手里拿过行李箱,闻到一股味道,回头问,你做饭了。 郑舒逸点了点头。 等实验拉着行李箱走了,他才小声问,妈,你怎么说都不说一声就来了? 王美如,说了还叫做突击检查吗? 啊,郑舒逸,还真是班主任的通病,他指了指实验,你们没见过面吧?怎么一起过来的? 说出来郑舒逸可能不会相信,但是他的妈妈和他的男朋友确实没有凭借任何桥梁就在机场相认了。 仅仅靠着一张和郑舒逸如出一辙的脸,以及另外一张和照片没有差别的脸,是没见过。 王美如抱着双臂,默默打量郑舒逸的居住环境,不嫌不淡地说, 我在机场认出他了,等他打个招呼,就这么一起过来了。 说完,他回头,眯眼盯着郑舒逸,你倒是好,都住到别人家里,也不跟我说一声。 哦,高三那年,你跟团去新加坡也没跟我说一声啊? 郑舒逸低声嘀咕,你跟我说你去牛棚坡。 等实验一出来,母女俩的对话立刻打住。 王美如又变成了那个和蔼的王老师。 由于两人一路从机场过来,郑舒逸不知道他们聊了多久,总之,现在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冷场。 但终归是第一次见面,王美如看实验的目光,始终带了点审视的态度。 直到饭菜上桌,她吃了几口,眼里的审视无缝转变成恋爱。 你们平时就吃着,王美如想了想,算了,总比外卖健康点。 一句话,掐灭了郑小厨娘对比爱迪生给自己找到的自信。 不怎么吃? 实验淡定地说,一般都是我做饭。 王美如满意地点头,辛苦你了。 实验,甘之若疑。 郑舒逸,一共就吃过你,做了一顿饭,要点脸。 虽然王美如的突然出现让郑舒逸很是猝不及防, 但终究是几个月没见了,郑舒逸还是很想念她。 况且这么远赶过来见一面,郑舒逸还是很感动的。 甚至在晚饭后,王美如说,见到她男朋友,觉得很好, 她也就放心了,晚上得赶回清安, 明天还要上课,就不打扰她了。 想到妈妈这么匆忙,郑舒逸差点鼻酸到哭出来。 实验却在旁边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这种场合还笑得出来,是个人吗? 人在感性的时候总容易丧失理性。 王美如要走时,郑舒逸跟她抱了好一会儿, 依依不舍地把她送到了动车站。 直到人走了,郑舒逸还多愁善感地看着车站。 好一会儿,情绪渐渐平复,理智归位, 她回到车上,才后知后觉地看着实验, 问道,可是你们为什么会在机场相遇? 这个问题问得好。 清安是个没有机场的小城市, 王美如来看她,怎么也不该是落地江城国际机场。 实验握着方向盘,紧抿着唇,眼里却有笑意。 你说啊,郑舒逸摇她手臂,你不是从法国回来吗? 你们怎么会在机场遇到? 因为,实验用温柔的语气地说出最伤人的话, 阿姨刚刚从马来西亚旅行团回来, 要在江城换乘高铁回清安。 郑舒逸,终究是错付了。 她猛地吸气,憋回了所有眼泪。 回家。 江城向来没有春天,五月凉爽的那么几天, 气温便陡升至35度,一直持续到6月, 还有爬坡的趋势。 写字楼里空调开得很低, 午休的时候许多女生都搁上了小毛毯。 在一片安静中,秦时月听到一阵键盘声, 迷迷糊糊地抬头问,你不休息啊? 郑舒逸飞快地打字,我调整一下PPT。 秦时月,什么PPT? 郑舒逸看了眼四周,小声说,数职报告。 关于升职这件事,虽然同事们都心知肚明了, 但郑舒逸还是秉持着事前不能张扬的原则, 否则希望很容易落空。 秦时月来了点兴趣,坐在一旁看了好一会儿, 又神经兮兮地叹了口气。 郑舒逸问她,你怎么了? 秦时月撑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说, 我觉得吧,育游的理想型应该是你这种女生。 徐,郑舒逸给她比了个闭嘴的动作, 这话可别在你小舅舅面前说,会害死我的。 秦时月笑道,也是,她那么小气。 进入收尾阶段,郑舒逸一边调整格式, 一边问,你为什么这么说? 哎,就是上次我出车祸,她不是来医院了吗? 秦时月换了个姿势,捧着脸,双眼无神地看着电脑, 我当时好丢脸的,对不对? 想起那天秦时月怒吓赵氏司机的模样, 郑舒逸没忍住笑了出来。 其实也不是丢脸,我觉得你做得很对, 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原因, 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对对对,秦时月激动地拍了两下桌子, 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我很斤斤计较, 她也是这么说的。 郑舒逸抿了一口咖啡,没有接话。 我刚刚看你的数值报告, 就觉得你这种才是对自己负责的人, 我吧,就是一只咸鱼。 咸鱼越搭拉着眉眼, 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可越是得不到,我就越来劲,怎么办? 郑舒逸,她对你很冷淡吗? 秦时月愣了一下, 突然有点脸红,默默埋下了头。 倒,倒也没有很冷淡。 有一次,她跟朋友聚会, 在酒吧碰见了御游。 借着暧昧昏暗的灯光, 秦时月就明目张胆地看着御游。 然而没几分钟她便离席, 再也没回来。 秦时月郁闷地喝了很多酒, 离开时已经快凌晨了。 但是到了酒吧门口, 却发现御游坐在车里没走。 那晚,是她送她回家的。 虽然过去了一个多月, 但秦时月还清晰地记得, 在她帮她脱掉高跟鞋时, 她撒酒缝乱灯, 不小心踢了她一下。 随后, 她的脚踝被她握住。 掌心的温热与粗力触感同时袭来, 秦时月顿时变得像一只怒偶。 但僵硬地似乎只有她, 欲游把她的腿放到沙发上后, 一如平时那般礼貌地问, 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秦时月到现在回想起来, 还想给自己一巴掌。 她不知道脑子怎么抽了, 说了一句那衣太紧了, 不舒服。 为什么酒后断片的技能她没学会? 秦时月安静无稽地回味自己的尴尬, 郑书役却已经修改好了PTT, 拔出U盘, 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不跟你说了呀, 我去会议室调试一下。 秦时月, 哦, 加油啊。 距离数值报告开始, 还有20分钟。 除了郑书役以外, 另外一位有职位变动的同事 也在会议室做准备。 见她近来, 那位男同事停下手头的事情, 笑着说道, 恭喜呀, 郑副主编。 郑书役和这个人平时并不熟悉, 听见她的恭贺,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流程还没走完, 可千万别这么叫, 一会儿被别人听见了, 要笑话我。 哎呀, 这有什么差错, 铁板钉钉上的事情了郑副主编。 男同事嘴上这么说着, 一转头, 却变脸似的冷笑。 她比郑书役还要早一年进财经周刊, 如今还在为组长的职位做努力, 而郑书役却已经向副主编进军了。 当一个人自认怀才不遇的时候, 别人的努力落在眼里, 全都化作了云烟。 她只知道自己和郑书役的差距, 就在于她没有一个了不起的恋人。 副主编只是个开始, 郑书役以后跟他们这种费心费力寻求信息资源的人 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 人家有一个站在业内金字塔顶尖的男朋友, 未来想见哪个大佬不是一如反掌, 不像他们约一个采访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还要经常遭受冷眼。 现在郑书役只要开一个口, 别说采访了, 就算想约个晚饭, 人家男朋友也能立刻安排妥当。 郑主编, 以后发达了可别忘记我们这些老同事啊。 一转头, 同事又堆起了笑脸,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别拒绝呀。 这话听着着实有点酸, 郑书役只能随便应付两声。 不一会儿, 各个领导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 唐义经过郑书役身边时, 还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紧张, 你就跟平时一样就行, 没问题的。 不得不说, 唐义这句话给了郑书役很大的信心。 有他在下面坐着, 郑书役全程脱稿, 没有一丝卡壳, 双眼异异发光, 背后的PPT彻底沦为背景。 当他放下红外线笔的那一刻, 会议室里掌声雷动。 结束啦。 郑书役一出来, 孔南和秦时月便迫不及待凑过来, 怎么样? 办公室里的冷风凉嗖嗖的, 他对着空调吹了一会儿, 压下激动的心情, 才淡定地说, 还行吧, 稳定发挥。 孔南和秦时月一口同声道, 请客。 郑书役比了个, OK, 明天晚上吧, 地方你们选。 回到宫位, 郑书役拿起笔准备写工作周报, 却迟迟没有动手。 他侧头看着窗外的艳阳, 物质出了一会儿神。 等他收回目光,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 连平时最讨厌的工作周报, 也写得格外快。 两个小时后, 郑书役抬起头, 放松地靠在椅子上, 神情平静, 却给实验连发了三个感叹号。 郑书役, 晚上我请客吃饭。 郑书役, 地方随你选。 郑书役, 不要跟郑主编客气。 过了好一会儿, 实验才有空眼手机。 他直接发了条语音过来。 薄翠云弯, 可以吗? 郑书役弯了弯唇角。 好啊, 郑主编亲自为你下厨。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 电脑上来了一封邮件。 郑书役立刻点开, 看清内容的瞬间, 他目光凝滞在屏幕上。 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他眨了眨眼睛, 一个字一个字默读出来。 像从高空坠落般, 郑书役周身都沉入一股失重感中, 连窗边的阳光都随着他的心情变化骤然消失。 随后, 发给实验的消息立刻被撤回。 郑书役, 饭没了。 郑书役, 你女朋友也自闭了。 请订阅